被控涉嫌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的越南女子,承认量刑较轻的伤害罪,可能很快获释。此案可能终成无法破解的一案。 马来西亚一家法院,对断是相犯下可能致命的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监禁。时间从其2017年2月被捕开始算。 不过,他的律师说,根据马来西亚法律,他可能会在2019年5月前获释。如果此前他被控的谋杀罪宁成立,段女士原本将面临死刑。 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早已疏远的同父异母兄弟。 2017年2月,在光天化日之下,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转机前,被人使用神经毒剂VM一暗杀。 这一事态发展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人对金正男的死负责。 他的死亡背后的故事,可能将成为悬疑。 段士香在越南的继母表示,对马来西亚的轻叛表示高兴。 相信段士香不会谋杀他人。 BBC,驻东南亚记者乔纳菲菲德Jonathan Head,报道称。 对段士香的判决为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挽回谋杀案,审判令人尴尬的僵局的方法。 但许多人也是这一判决,是最后一名在押的被告的正义得到伸张。 然而,这也意味着两名被告女子,都将无法再在法庭作证。 也无法在法庭上,公开详细说明,他们是如何卷入这一阴谋的。 或者是谁招募了他们。 2019年3月初,马来西亚检方撤销对段士香的同案嫌疑人,印度尼西亚籍被告女子艾西亚的指控。 法院已经将其释放送交印尼方面。 2017年2月13日,金正男单独一人在吉隆坡机场等待乘坐飞机前往澳门。 而爱西亚与段士香在离近须与金正男有身体接触。 案发时,监控录像画面显示,段士香用手从金正男背后捂过他的面部。 随后他们两人一同离开。 金不久后即感觉不是要求求助医生。 金正男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之后发现,他死于最致命的化学毒剂之一VX神经毒剂。 爱西亚与段士香,均否认对自己的指控。 二人称他们以为事发时,在参加电视恶搞节目。 而向这两名女子下指令的几名男性,均已离开马来西亚。 这些人后被指为朝鲜特工。 朝鲜坚决否认与这起谋杀案有关。 但此案中,四名朝鲜嫌疑男子,在谋杀案事发当天,便已离开马来西亚。 国际刑警组织,已对四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但四人迄今仍未归案。 原标题,美反战联盟成员媲美, 挺委内瑞拉反对派还道出美国为何这样做。 23日,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 国民大会主席胡安·瓜伊多, 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 随后特朗普宣布承认,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随即宣布与美国断交。 对于此事, 包括美国前外交官、 美国反战联盟成员在内的人公开抨击美国的行为, 还道出了背后的原因。 今日俄罗斯, RT24日则评论称, 美国支持瓜伊多的行为, 加剧了委内瑞拉的危机。 RT报道, 美国前外交官贾特拉斯·Jim Jachos, 表示, 这很可能导致一场委内瑞拉的内战。 他还说, 如果军队分裂, 或是警察分裂, 我们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 不仅这位美国前外交官认为可能导致内战, 来自美国反战联盟安瑟及克行动制止战争、消除种族主义组织的布莱恩贝克, 也同意这一观点。 他说, 波利瓦尔革命后, 瑞拉, 白, 贫困, 他们不会接受美国强行选出的新总统。 贝克还警告称, 一旦爆发内战, 将会变成一场大屠杀。 贝克抨击称, 特朗普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 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 贝克解释道, 美国启动了一个计划, 以推动建立极右政府, 并恢复美国的影响力。 贝克的一名同事, 格洛利亚·拉里瓦则表示, 美国对委内瑞拉广阔的自然资源很感兴趣。 拉里瓦说, 一旦美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 美国的法院就可以没收雪铁哥石油公司。 该公司的财产是委内瑞拉在美国所拥有的。 目前, 马杜罗要求美国外交关于72小时内, 离开委内瑞拉。 但瓜伊多却要求他们留下来, 二T说, 分析人士担心美国会加大赌注, 并将马杜罗赶下台。 美国前外交官贾特拉斯表示, 马杜罗将努力保护他认为的宪法权威, 该国将会发生一场对抗, 一场暴力事件。 如果有人动用隐性资产来使暴力升温, 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这样就可以指控马杜罗杀害无辜的和平抗议者了。 这样我们将有理由对委内瑞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崔天野, 空军首个互联网心理服务平台运行。 1月中旬, 北部战区空军依托习刀尖舞者微信公众号, 开设互联网在线心理服务平台。 该平台以其私密性强, 实时互动方便等特点, 受到广大官兵及家属好评。 据悉, 这是空军部队心理服务工作的一次创新性探索实践。 俄罗斯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 解除封锁75周年。 俄罗斯圣彼得宝27日举行一系列活动,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中, 列宁格勒保卫战, 解除封锁75周年。 2500名士兵和军校生, 参加了在圣彼得宝东宫前广场举行的圣诞阅兵式, 与燕飞行表演队等也参加阅兵。 日本已制定新版每日共同作战计划。 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自卫队, 与美军新的每日共同作战计划。 内容把路、海、空加上太空、 网络空间、电磁波共六个领域, 定位为新作战计划的对象范围。 目的在于防备多个领域, 同时遭受多次攻击。 开展每日双方部队的一体化运作。 印度试射国产新型反辐射导弹。 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 第二D-O从印度空军一架苏30MKI战斗机上, 成功试射了该国研发的新一代反辐射导弹, NGA-2M。 该导弹在首次试射期间, 准确命中孟加拉湾中的目标。 导弹设计目的是摧毁敌方雷达及跟踪、通信设施。 俄罗斯军警开始在延续土边境地区巡逻。 俄罗斯军警扩大在叙利亚阿勒坡省东北部曼比基地区的巡逻区域, 并开始在延续土边境地区巡逻。 2018年12月底, 麦比基地区的控制权, 从库尔德武庄, 移交给叙利亚政府军。 此前控制该地区的库尔德武庄, 离开该区域, 并转移到右巴拉底河以东。 新华社莫斯科3月4日电, 记者张肖俄罗斯总统普京, 4日, 签署了暂停旅行中岛条约的命令。 该命令于当日生效。 据克里姆林公网站消息, 为采取应对美国违反中岛条约的紧急措施, 普京签署了相关命令。 另外, 根据普京指示, 俄外交部将向美国发出有关通知。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 签署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简称中岛条约, 规定两国不再保有, 生产或试验射程, 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 美国于2月2日起, 暂停旅行中岛条约义务, 启动退约程序。 普京随即宣布, 而暂停旅行中岛条约义务。 不再就中岛条约提议, 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火箭军聚焦实战组织导弹旅团长比武, 练兵先练将, 比武重比关。 火箭军导弹旅团长比武13日结束, 为期三天的比武中, 数十名导弹旅团长在特殊赛场聚焦实战, 对阶实战, 从台竞技, 激烈比拼, 不断增强筹划和指挥打仗能力。 为其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 军人公墓建设加快推进与烈势陵园有区别。 1月11日, 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布消息。 军人公墓规划建设座谈会, 在广西南宁市召开。 对军人公墓的概念, 内涵, 功能定位, 建设规划及标准, 安葬条件, 管理模式, 进行了进一步研讨。